好,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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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百愿经大义 尊敬的对同修 对悟法大家晚安 吉祥 阿弥陀佛 很开心见到大家 哎呀 大家也好远 大概一个多月也没有看得到大家了 今天呢 以前师父在澳大利亚 常常跟印度尼西亚 网路开始 现在换我呢 我在印尼 哈哈哈哈 你们在澳大利亚 哈哈哈哈 哎呀这个是 人生无常啊 但是 师父今天啊 非常难得 跟大家来 能够见一个面 好久也没有说了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报函 今天呢 刚好也是师父的 出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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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业二师 也是我的 我们的祖师 我们的本亲老和尚 也是今天呢 祭日 六十周年 今天呢 我们有为我们的祖先 祖师 来做一个纪念 诵经 送什么经呢 送这个 佛说 出家 风德经 好 今天啊 我现在啊 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我相信大家 对这一部经很熟悉 但是 内容啊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部经典 嗯 嗯 嗯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啊 嗯 嗯 都是以哪一部经 为中心呢 嗯 大家都知道 都是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中心 都是饶着这一部经 从这一部经一展开 就是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四十九年的佛法 无量的法门 八万四千的法门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 他们开始修行 八心度众生啊 都是因孝心而开始修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 过去 现在 未来 也不例外 都是因孝心 发心 来修行的 来度化众生的 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所以 我们要成佛 首先具备的 就是要如何来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的 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之间 也是如此 也是为一切众生来服务的 没有别的 孝敬一切众生嘛 所以 所以 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场里面 能大家来发心 来做义工 无论在做什么样的 哪一个部门 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实在讲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没有这一部经的基础 不论你怎么念佛 很难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 遇到境界的时候 比如说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心容易动摇 你都逆境 经不起考验 狂风大浪 经不起考验 一考验 就倒了 但是如果你的基础 你的教学 你为一切众生 那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还是真的 像前几天 师父在下面 在绕佛 莫名其妙 社会不认识 进门 乱乱骂人 我们的干部也被骂 义工也被骂 到最后找到我 我也被骂 莫名其妙 有两个人 还跑过来 问他什么事情 反正进来就是骂人 讲得好难听 批评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 那个心 如果我们真的在修行当中 把一切众生当做自己 就算他来伤害你 你也不会被这个境界而守转的 所以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有因有缘 有缘有因的 有因有果有果有因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 就算以后我们 再做这个发心 将来为这个大 为社会来发心 遇到的理想不顺心的 不顺心的 让你很难受的 或者让你很难过 你那个心 你要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阿弥陀佛来考验我们 来考验 所以你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 没有别的路 也有神主 确实是真的 所以啊 在这个世上很多 太莫名其妙的 会常常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那个那个心 怎么样去面对它 那个心有没有定下来 那个心是不是心服气躁 是不是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会不会被影响 或者可能会退转 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了 来增加自己的修得 让以后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入入不动 将来念佛 就算境界来的 所有的境界 不会障碍我们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靠得住 不然的话 当领终的时候 突然间境界来的时候 境界而手转 哎呀 那我们念佛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师父最近常常到在家 我们的居士家里啊 去讲经啊 去人家请吃饭啊 跟他讲讲佛法呀 所以 我们学的境中学会 说实在的 是这样的 in the best 修得不错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师父两年半没回来 整个佛法 无论在干部 义工 信徒 全部通通就退了 你看我们学 还很难得 所以这样的气氛要保持 只有进 不要有退 师父最近就是常常去 被人家请去吃饭 很多人呢 在这个生活里面 如果没有活法 再加上如果没有这个 遇到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生活啊 遇到境界的时候 遇到时候 看不起考验 可以学的 尽忠学的 很不错 所以啊 这个难得 今天非常的难得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好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这个 地藏菩萨本愿经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 总共有十三品 那这十三品里面呢 首先来为大家 从他的大意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 好 那从第一品 就是刀立天空 好第二品的分身集会品 这两品的内容啊 他最主要的 他最主要的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因为上次已经简单 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体 已经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 那现在先为大家来介绍 这个十三品的内容的大意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这一部地藏经最重要的 主要性的是讲什么 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地藏王菩萨所教化的众生 是哪一类的 我们将来成佛 是以什么方法呢 在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 通通有为我们说明 所以从这个第一品到第二品呢 这简单来为我们说明啊 来介绍什么呢 就是介绍能化之主 能化之主 那这个主是谁啊 这个主呢 是以地藏菩萨为代表 不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主是以地藏王菩萨为代表 换句话说就是来介绍地藏王菩萨 他有什么愿力呢 他的愿力是什么 为什么佛在经上 没有一位菩萨 释放一切诸佛菩萨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他的愿力是最大的 所以为了介绍我们 让我们了解 对地藏王菩萨能够进一步 能够认识 所以在第一篇跟第二篇 主要性的 为我们介绍地藏古上是什么愿力 你了解了 你明白了 你才能够对这一位菩萨能够生起坚定的信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的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的 什么样的愿力 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把这个大意 先说明一下 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是什么 好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看下面的 那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这个总共里面有三品 这三品里面的介绍主要性的呢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介绍地藏王菩萨 首画之鸡 什么意思呢 是说明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化的众生 都是哪一类的呢 这个下面你 我们为大家来为大家介绍 他是哪一类的众生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地藏王菩萨确实真的 愿力真的确实不可惜的 那是哪一类的众生呢 地藏王菩萨 所度化的众生的对象 在这个末法时代 就是没有佛的时代 你想一想 没有佛的时代 众生的心 是怎么样的呢 很多 第一个 比如说不孝父母 都是这一类的人 第二呢 造作恶业 诽谤佛法 不敬三宝 不信因果 都是这类众生 这类众生 都是地藏王菩萨 所发大怨 所要教化的重点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地藏王菩萨真的 慈悲 到几点 你想一想 不孝父母的人 再加上造作罪业的 再加上诽谤三宝的 又不信因果的这一类的众生 不容易度 真的不容易度 真的不容易度 所以现在众生很难度 真实在的 太难度了 前几天 有一位护法请师父到家里吃个饭 看着师父在拿那个念珠 因为师父常常拿着那个念佛基 走到哪里 那个念佛基带走到哪里 那个护法 她的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她的先生偶尔拜一下 她不是真的在学佛 偶尔下来烧个香 来供养 父子三宝 叫她诵经念佛 听经她没有 把她拉到后面去 师父 你拿着这个念珠 还有拿着这个念佛基 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不是给那个不吉祥的吗 不是给人家往生的吗 往生的要走才念阿弥陀佛的吗 师父你念这个你还是年轻 你要多做一些工作来为社会 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佛教 念这句阿弥陀佛你看不吉利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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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想 真的耶 不容易度 所以啊 她听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她感觉这句阿弥陀佛不吉利 都是给私人念的嘛 活着人怎么念这句阿弥陀佛呢 师父啊 跟他坐了将近两个钟头 不吃饭 跟他聊天 所以啊 说实在的 能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人 真的是有福报的人 所以无量所经的佛告诉我们 如果过去生 你没有供养 无量诸佛 你哪有这个机缘 欢喜接受这个法门 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是不可能 你能够接受这个法门 也不可能 所以地藏王菩萨 所度化的众生的对象 都是这一类的 很不容易 这个就是从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他的主要性 地藏王菩萨 所度化的众生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 在这个地藏菩萨本元经 以后啊 慢慢的为大家来介绍 那我们看下面 那第六篇 还有第七篇 那这三篇里面 最主要的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来介绍 地藏王菩萨 他所度生之源 什么意思呢 说明地藏王菩萨 所度化的众生 是以什么样的 善巧方便 来帮助众生 能够从你回物 从而为善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因为众生太难度了 你要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怎么样 怎么样让他们来入佛门 来学习佛法 让他们能够相信 因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不自不报 实诚未到 让一切众生 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要把这个因果的观念 弱实在生活 那以什么善巧方便呢 那这个圆 这个圆的意思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最主要的为我们举例 比如说 烧香啊 供花啊 供水啊 诵经啊 念佛啊 念作啊 以种种的广秀供养 造作种种的善缘 就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佛堂 有一些 为什么一进大殿 会放那个功德香 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忌讳 让他种善缘 让他懂得去布施 让他懂得去供养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啊 这些的 一些寺庙啊 有一些道场啊 会放这个功德香啊 不是要跟大家来化缘的 不是 不是 就是给大家一种机会 这个大家一机会进来了 不但能够尊敬三宝 他也能够种 一些种植 什么种植呢 种一个善缘 将来跟佛能够种一个善缘 他严成熟了 他就会写佛 当然他写佛呢 会对他很大的帮助 让他了解这个宇宙四十的增加 人生之苦 六道轮回之苦 种种的他会成熟 他会了解 而且他可能会发心修行 发生什么修行呢 将来要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 出善一些异生成佛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为大家 所以说明呢 我们看下面 地藏王菩萨 是怎么度这些众生的呢 他怎么度啊 你看我们读地藏经 一读了 我们就知道 地藏王菩萨是为我们 怎么来为我们帮助的呢 他怎么度的 没有别的 劝导这些众生不孝父母的 诶 赶紧发心笑事 不懂得修善的 要赶紧的修善 不进三宝的 赶紧要对佛法 有生气信心 来供养三宝 这个就是以种种的善 为真善缘 令一切众生能够脱离恶道 这个就是称为度众生之缘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缘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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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记得 每一次如果接手机的时候 人家打手机给你 无论认识不认识的 要记得 一句阿弥陀佛 不要接电话的时候 阿弥陀佛 他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 这个名号的声音 他种下这个种子 将来这个种子会发芽 你明白吗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度化众生 很容易的 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帮助一个众生将来成佛的 所以师父就是这样的 只要接受所记 一句认识不认识的阿弥陀佛 有时候不知不觉 对方也跟你说阿弥陀佛 不要接那个英语 Hello, excuse me How are you? 一句话 对不对 阿弥陀佛 不知不觉 你也是在度众生 不要等到以后 到西方几个世界了 修行成佛了 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度众生的 用你的意愿 用你的行为 用你的种种的 这些的起心动念 原意造作 只要依经典的 你能够做一个好样子 你都是在度化众生 说实在的 是真的 你的德行 你的善良 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你的如何 种种的 你能够把佛陀的教诲 落实在生活 以你的行为来帮助一切众生 增加这个善与 可乐而不为的 所以度化众生 不一定 要出家 不一定要讲经 不一定 随时随地 在一分每一秒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处里 你都有这个能力 能够来度化众生 明白吗 非常的好 所以师父有时候看到 人家那个车 后面贴了一句阿弥陀佛 人家后面 有时候看到前面 诶 那个读什么 读阿弥陀佛 也是在度化众生 不知不觉 你能够来帮他 种下了这个种子 所以这个语言很重要的 所以地藏王府上 用种种的善求方便 就是用这种的方便 来帮助一切众生 将来让他听 好好来学佛 将来 好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最后有五品 这五品的经文 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从称佛名号第九 一直到全经的圆满 这五品的经文 我们要知道 他的总结训 他的教诲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全经 一直到全经圆满的 主要性 他的总结性 他的总结 他的主要的 是教我们什么 成佛之音 教我们什么呢 成佛的正音 所以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院经》 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它不是一般的经典 它不是 从全面的人天因果 善恶因果 一直到全经 都是为我们讲什么呢 讲到成佛的因果 那这个因 那用什么方法呢 才有果嘛 那用什么方法呢 来帮助我们成佛呢 佛在这一部地藏王菩萨本院经 告诉我们 直接了当 以念佛成佛的 以念佛成佛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绕来绕去 还是以念佛方法 告诉我们 念佛成佛的 你看 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 没有跟你拐弯抹角 告诉你 用什么方法 你的成佛的正音 这个正音 就是以念佛方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部地藏菩萨本院经 确实真的 到最后全经 从第一品到全经圆满 没有别的 教我们成佛 用什么方法 念佛方法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就明白了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很多人 有一些人会问 有人会说 但念佛成佛行不行呢 很多人说师父啊 那既然经上告诉我们 诶 我们念佛 是以这个方法来成佛 那既然我们念佛来成佛 那既然我们念佛来成佛 那真的是行吗 是可以的 但是 我们看下面 我看下面 但是我们念佛中一定要具备什么呢 具备不失的阴性啊 具备 我们今天念佛啊 这个方法 释述 释迦牟尼佛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用这个方法 来帮助你成佛 但是首先 你要必须具备什么 必须具备 要我们怎么做呢 先把不失的阴行啊 修圆满 你要发现啊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 你能成佛吗 很难 所以释迦牟尼佛特别用一个很长的一品一品的经文 来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叫做什么 较量不失功德品 好像是第九品的 第六品 好像 所以把这个啊 布施的意义啊 来为我们讲的很长 一品的经文讲的非常的 告诉我们讲的非常的圆满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六度里面 从六度里面第一个 释迦牟尼佛也是把布施放在第一个 也是讲的非常的圆满 来为我们说明修行成佛 首先你必须要先从布施开始 这个布施当中就是教我们去服务 去为一切众生 以你那个菩提心来为一切众生 来布施来供养 你这个菩提道上你才不会退明 你在这个菩提道上 无论一道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不会被这个境界而锁转的 这个布施很重要的 所以在种种的法门中 是非常重要的行门 要修布施 这个是成佛的开始 这个是成佛的证业 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菩萨修行成佛了 他还是要修一百节 让这个布施修得更圆满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想一想 为什么要建立从布施来为我们 告诉我们成佛的开始 成佛的证音都是从布施而来的 所以很多人说啊 看下面呢 我只念佛 我只诵心 我只拜佛 我什么都不管 我不想布施 你说可不可以呢? 你说呢? 布施不仅仅只是讲才布施 很多人说啊 我念经就好了嘛 我念佛就好了嘛 我拜佛就好了 我读经 但是我不想布施 你说行吗? 你讲不通 这个是什么? 你那个菩提心没有发出来 那怎么成佛? 是不是呢? 谁开始要修布施? 什么布施法呢? 用你的爱心去布施一切众生 用你的忍辩 用你的忍辱去布施一切众生 用你的关怀去布施一切众生 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通通去布施 成佛就很快 念佛成就就很快 哦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说 你不做行吗?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常常看到 比如说师父常常看到很多人来到这个道场 到了这个大殿里面 不知不觉 来供养三宝 不知不觉 把钱放在功德乡 看到佛堂需要什么的帮助 他也欢喜来供养 心甘情愿的来供养 哪怕是有时候有所求 有所求 我们常常会听得到 有所求 有人有时候来到这个道场 看到佛像 来求佛 我要求这一个 我要求那一个 求了一大堆 就算了 哪怕是有时候有所求 但是你没有去注意一下 他对于这个佛的供养 他为什么能够生起的信心呢?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你看我们做三十信念 你不要跟他讲 只要你有做三十信念的法会 很多人主动要来供养 你说对不对呢? 有时候我们主动的会来发心来供养 来为一切众生 无论在什么样的需要 我们来供养 就算我们所供养的不多 但是我那个开心 我想来供养 什么原因? 因为佛在英帝五量节以来 都是在为众生广修供养 所以佛有这样的圆满的福报 圆满的果报 要看守一切众生来供养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要成佛 如果不肯布施 不肯供养 不肯跟一切众生广绝善言 假如我们成佛了 假如啦 假如你成了佛啦 就妙因佛了 你要来到澳大利亚雪梨度众生 没有人来供养给你吃啊 没有人供养给你 告诉你你会饿肚子的哦 真的耶 你看师父回来 刚刚回来 才几天而已 不到一个月 多加了两公斤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明啊 说实在的 在这个时代 你要度众生 你没有跟众生广结善言 没有是修布施 你想要度化众生 很难 没人听经 没人学习 没人护持 你想一想 没人护持你 你能够顺利弘法吗? 因为你将来要去成佛的 将来你要去成阿弥陀佛的 成阿弥陀佛之后 你要去度化五量五变众生 哪个众生跟你有缘 你要去度化他 哦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成佛的 去度化众生 所以你要度化众生 首先 要先去布施 先从布施开始 哦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要计较 该布施的时候 尽量布施 想尽办法去布施 出钱出力 用你的体力 用你的能力 种种的 能够做多少 我们就做多少 能够出一分 我们就出一分 能够做多少十分 我们就做十分 要用你的虔诚心 来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功德不可适宜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实际上啊 怎么可能会有贪心不舍的佛呢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有贪心的佛呢 不舍的佛呢 没有啊 今天阿弥陀佛建立西方起的世界 为谁而建立的 一切众生而建立的 今天阿弥陀佛 为什么发大事实发愿 为谁而发大愿的 来供养一切众生 这行不需要 所以以上讲 所以一定要强调布施的重要性 这个是佛为我们说明 成佛的正因中 佛特别把这一条 立出来 里面所讲的 财布施 法布施 五位布施 统统都要祭备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 要好好地发心 能够出钱就出钱 能够出力的出力 看你有什么能力 就算你一句阿弥陀佛 你也是在供养 就算你劝人家一句阿弥陀佛 也是在布施 所以在经上 我告诉我们 一个发心要成佛的人 必须要具备 要为一切众生 用你那个慈悲的爱护 关怀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一种的心态 这是成不了佛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非常强调 布施的功德 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过去 未来 现在 无论哪一尊佛 无论哪一个菩萨 诸佛菩萨 都是用这种心态 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这个我们要明白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地藏菩萨百愿经 又为我们强调 我们一定要强调什么 护法 护法是谁 在经上 以尖牟尼佛地神 来为我们做 好样子 尖牟尼佛地神 来做护法 他来代表 他来代表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简简在地藏菩萨百愿经 这样的说明 你看 弥陀经也为我们讲了 常与清淡各与一个 成壮妙花 供养他方是万一佛 即以时时还到本 也是这样 天天去做什么 去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在西方体的世界也是如此 每一天都在修布施 所以你今天你不想修布施行吗 不可能 你到西方体的世界也是如此 你还要修供养 不如今在我们好好修 加强我们的福报 加强我们的智慧 加强我们的心得 将来到西方体的世界 成果就很快 更快 这个就是 简单为大家来介绍 从第一品到第十三品 它的内容的大意 来为大家说明 这个简单来说明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 大家请合掌 请合掌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某说法 二十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我 几大菩萨 摩佛萨 接来几会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部经真的不是一半经 经典的 经文一看一段 我们就看到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不来参与这个法位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 没有一步经向地藏菩萨本见进来 所以经文一展开一开端 我们能够看到 佛为我们描述了 是这样的一副的场景 不可适宜的 那我们先看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这一部这段经文 简单来讲 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我阿难亲自而听佛所说的 不是传闻来的 字字句句的如佛所说 他没有夹杂一丝毫自己的意思 在其中 这个是简单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每一部经 四十九年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哪一部经 为什么 每一部经一开端 一定要从如是火闻开始 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可能老蔡比我了解 为什么呢 像我以前也是这样 为什么每一部经要定从如是火闻开始 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来给大家先简单 有两个 先来为大家说明 为什么每一部经从如是火闻 这个如是火闻的由来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每一部经 会顶到从如是火闻开始的 是这样的 释迦牟尼佛讲地藏 古上本语经讲完 三个月 然后十五下到人间 当天就讲了大涅槃经 涅槃经讲完 释迦牟尼佛就宣布了 宣布什么呢 宣布入涅槃 你想一想 老师 这几年下来就跟我们在一起 突然间说要离开我们 你说你会不会伤心呢 很伤心呢 哦 所以前几天有那个雪梨的同修 长这样 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刚刚回印尼 你为什么这么快 我怎么回解你 我刚回印尼 对不对 所以老师就离开我们了 你想问一下 他离开我们 你会不会难过啊 他难过啊 但是最难过的是谁 阿南村长 每一个都是掉眼泪 虽然大家都证得阿罗汉果 他的情感还在啊 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没有一个不难过的 但是呢 在这个难过当中啊 阿尼鲁度 阿尼鲁度是阿南尊者之前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所以阿南他没出家之前 谁来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呢 就是阿尼鲁度 阿尼鲁度长老啊 就提醒阿南尊者 阿南啊 你要赶快请法 如果不赶快请法 那就来不及了 怎么请法呢 阿南尊者啊 才问这个阿尼鲁度 阿尼鲁度才告诉阿南尊者 你赶快请法 怎么请法呢 阿南尊者就告诉释迦牟尼佛 将来佛入涅槃 结极经典的时候 要从哪去开端呢 释迦牟尼佛在告诉阿南尊者 我所讲的法 一切留下来 将来结极经典 一定要从鲁士我闻开始 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每一部经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典 只要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经一开端 一定要从鲁士我闻开始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段经文的原因的由来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如是我闻不是阿南尊者而所讲的 是释迦牟尼佛所交代下来的 你要这样讲 那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交代 每一部经一定要从鲁士我闻开始呢 为什么呢 时间到了 明天下个星期再来跟大家来介绍 今天简单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简单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让大家明白 了解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一定要从鲁士我闻 他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介绍 那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如是我闻 对我们学佛的人 是一个非常的重要呢 那这个下个星期 礼拜五 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今天如果要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或者讲一些不圆满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今天师父很开心 能够见到大家 能够看过大家 因为这段时间师父回来 每一天很忙 非常的忙 比如要参加这个学校的活动 参加威萨节 还有参加佛堂的种种的 一回来工作一大堆 所以停留很多次 没办法跟大家来学习 那我们下个星期 礼拜五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 正式的来为大家介绍 从如是我们开始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最主要的 刚才所讲的 要为一切众生来补识 要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谁是众生呢 你的旁边的人 你的周围的人 谁对你最近的 从哪个人开始 他记得 不要想得太多 哪一个人对你最近的 或者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儿女 你要做出一个好样子出来 做一个真正的好样子的念佛的人出来 让他对这个念佛 对这个三宝 对这个佛的教会 能够升起的信心 那你的圆满 你的功德就是圆满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做的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要度化众生 要度谁啊 对不对呢 像我们师父 每一天我们要吃饭 吃饭之前我们都会念 供养佛 验断一切耳 供养法 验秀一切善 供养生 适度一切众生 是谁呢 你自己啊 不是别人 你自己 你今天修行 有没有修好呀 念佛 有没有念好呀 你有没有把这些阿弥陀佛 跟你的生活融合而异吗 这个就是度众生 今天简单给大家说明 下个星期礼拜五 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学习 师父会一个正式的 从这个如是我们的经文 来为大家 以大义来为大家说明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